孙小旭 25岁 山东人 本科四川音乐学院 戏剧影视专业 孟岩老师好 福磊老师好 12位BOSS你们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好 我叫孙小旭 来自山东 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 曾经一年从事了演员职业 现在我是一名老师 专门教授儿童 戏剧影视表演 和播音主持专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我想面试的工作 是与教育和与传媒相关 如果各位BOSS 有更合适的职位推荐 我也愿意接受考虑 谢谢大家 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 你是戏剧表演专业 如果做奇怪了 这么个美女上来 狼叫声怎么没有了 来 你的推进理由 小旭 在他这个专业来讲是名校 然后他自己是山东人 他曾经还获得过 山东最美女孩的称号 是吧 山东最美女孩 所以气质和外形都非常好 他曾经想当过演员 但后来发现这条路 不是特别靠谱 他后来去转做教师 是专门培训儿童的影视表演 还有这个音乐舞蹈这方面 所以他来应聘做这方面的老师 或相关工作 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所以小旭我推荐你 谢谢梅言老师 你是影视表演专业是吧 那你在哪些影视剧当中 曾经有过扮演 有播的开心编较料 情景喜剧和影子战士年代戏 已经在播了 其他的电视电影 是公司拍的项目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拍的 所以还没有播 是电视电影几个项目 但你在这个大戏里面 你是有台词的吧 有台词的 就是大概是主配的 比如说年代戏里面 演了一个老师 和我的现在职业特别相似 那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因为在拍戏过程中 我遇到了几个问题 首先我的同行业的演员 大概都是94到95年的 他们毕业的院校 普遍都是北京电影学院 和中央戏剧学院 我在年龄和院校上面 已经不占优势了 而且我在拍戏过程中 发现自己 有两个不突出吧 一个是形象方面 并没有非常占优势 那么个人呢 在演戏过程中 发现演技并不是很好 这是硬实力 然后各种受伤和打击 然后就觉得 还是果断选择转行 它是挺坦白的 那小旭我有疑问 如果你想做教育的话 你直接到我们这些 教育机构面试就好了 干嘛要来菲林莫属呢 教育机构我有去问了 他们的发展规模是 底薪加课程提升 课时的提费 然后这样的话 我觉得进这样的 教育机构的话 我自己的未来发展空间 模式并没有很大 我希望自己是有一个上升空间的 这为什么 就是你是因为这个薪酬结构吗 底薪加课时费 不是 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拿现在学校来说吧 授课老师 主任 系主任 院长 副院长 院长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那么教育机构没有这些东西 谁说的 所以你要做管理工作 所以你不是对教育本身感兴趣 你是对管理感兴趣 我是一步一步 享有上升空间 但是我发现教育机构没有很大 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 但是也不一定准 因为我是六月份 刚刚跟上一人公司解约 教育岗位分两条线发展 一条是教育业务路线 就是做专精尖的老师 另一条是教育管理路线 做管理者 是有这两个编织 但是业务路线这个老师 也会有很多级别吗 这他如果他愿意转型的话 是可以去做管理的 不 如果不做管理 就老师有没有像大学一样 就是分讲师 那也有他也可以做培训嘛 他课车有会不断地往下 你教练不一样 当然待遇是不一样的 对 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现在想问一个 就是小旭其实说实话 就是通过你刚才一到舞台上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表现 除了你的普通话 确实是很标准之外 我并没有感受到 你学过播音主持 你的声音的发音是有问题的 对 是这样的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 我们课程里面是声台行表 我不敢带中考和高考班 因为我的水平达不到 所以我只带儿童 儿童就是三到十岁的孩子 这样期间 那么我就会把老诵诗歌 预言故事 动画配音这样的 掺杂在表演 相结合的方式 取一个折中的方法去教出孩子 所以你自己还是研究过课程 对 我研究过 而且我自己也教学大纲 有薪金的要求吗 薪资要求4000以上 4000以上 有地域的限制吗 北京 来吧 我们第一轮先选择一下吧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取货率 段东左手 一拍右手马上拿着话筒 知道我要提问你是吧 我还就不想提问你 天生我有才 来 说一下 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很多人大学毕业就想当教师 理想是好的 但是呢 很重要的是 我们最怕的是误人子弟 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去 真正去考个教师资格认证 然后再出来找一个工作 而是直接大学毕业 或者说我要当教师 这个对我来讲 你不能接受 这个问题真的挺有效的 其实他刚才在说这个时候 我再想一件事 我说我能不能教主持课呢 我觉得我不敢去教 我真觉得我不敢去教 怎么你就敢去教 你才25 而且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你只是 影视表演方面的专业 不 这个我觉得 你们都有个认知上的误区 其实他们教这个课程 主要是针对孩子的表现力 他真的跟你们的专业课程 但他教的是播音主持课程 没有 他们都是情景模拟 比如说像 就因为这个我很了解这个课程 有些课程就是模仿 今天你得奖了 上台怎么来发表获奖感言 他都这种情景模拟 那我也可以教了 对 你当然可以教 但是我总有莫名的恐惧感 像这样的 教学需要资格证吗 不需要 因为这个跟 常规课程没有关系 它是非应式课程 对 就跟你 我说我想让我孩子 跟你学金融知识 你需要有教师资格证吗 也不需要 对吧 你说我想学学法律 法律需要有教师资格证吗 也不需要 很简单的道理 老师 我可以展示一下 对 这是我对孩子 教学的一个方法 你有PPT吗 我没有 我现场 现场教育 现场教育 挺好的 可以大家拿出手来 跟我一起做吗 谢谢 谢谢所有的老板 还有观众的配合 谢谢 没有 没有 他们都是你的孩子 那个小朋友 好 学生 学生 现在呢 老师给你们表演一首诗歌 但是这首诗歌呢 你们要认真看 认真听 记住我的动作 全世界都对我们微笑 今天我们悄悄做了一件事情 于是全世界都对我们微笑 从今天起要做一名好学生 可能是后天受过太多 所谓的表演这个训练 他的举手投足 当然觉得比较的刻意和做作 老师 老师 你好紧张哦 是吧 你放松好不好 好 老师放松一点啊 不好意思 请陈昊同学站起来学习一下 好 来 对 对 我学不了啊 老师 你作为教育行业的领头龙 你必须来 谢谢 谢谢 来 这是什么动作 这边也来一个吧 这边也来 来杜子健嘛 来杜子健 我强烈要求沈东军跟我一起 好 可以的 我强烈要求 杜子健也要 好 沈东军一起 来来来 好 三位小同学 你们看我的动作啊 老师刚刚做了一篇 话筒放下 记不记得这是什么 全世界都对我们微笑 啊 对了 微笑 记住了啊 很好 今天我们悄悄做了一件事情 这是什么啊 一件事情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要把耳朵探出去 好 我告诉你们 这是什么 悄悄 悄悄做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很怕别人听到呀 所以你啊 悄悄做了一件事情 于是全世界刚刚做过的 都对我们微笑 很好 很好 我个人觉得 其实东军学得最好 陈昊次之 那个我想打电话给120 把他带走 他家里是创新 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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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你的这个老师的表演 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天真的孩子 被训练成像机器人一样 其实你发现 你整个过程里面都没有启发 恰恰是扼杀了 我用扼杀这个词 扼杀了孩子们 活泼和天真的 天性 身上这在 我这是他其中一个教学内容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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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孩子的 莫言 我赞成段冬老师的说法 其实刚才在看你 包括说话 还给小朋友做培训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 我突然想到了很多 我们在电视里看到很多小朋友 说少年宫里拿枪拿吊的说话 我终于找到根了 其实是这些半吊子老师 你真的是在误人子弟 误人子弟这个词呢 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可能有点极端化的去说 其实我觉得自己的教学方法需要改进 但是也不会说是必须每个人都认可 其实这个跟小朋友教员是需要氛围的 因为你现在面对的是一群成人 我觉得你没有代入感 就是确实情绪是不对的 不是跟小朋友交流的状态 有点距离感 有点生硬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到正规的机构 再锻炼一下 那个小薛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虽然表演 现实的表演成绩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在学校里面理论公敌好吗 因为我们当时 也就是说学习成绩 毕竟他过去所学的那些演绎 是一种成人的演绎 我倒是觉得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我觉得他孩子不能教我这个成人还不错 你拉倒吧 朽木不可刁印 不不 我现在其实导演和制片人 对我的评价非常高 我在演出的时候 很多职业演员被导演骂哭了 但是我的戏基本上一次到两次就有 废话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你教你的职业商城中大师 最近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来的 一个女孩子的爸爸 那你来一段 那我这个 你说你一遍过吗 不不 那个要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你规定就在你旁边 随便来一场 把她当成对象 女儿 其实我刚好要向她请教的 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排词 所以我就是演我自己 这样好不好 你规定一个吧 我规定一个 你是爸爸 我是爸爸 你要给他找后妈了 他不服 他要跟你拒绝 你要安慰他 好 可不可以 这很简单吧 好 来吧 就是一个 孩子啊 你妈过世 已经六年多了 我的岁数也不小了 你不觉得 我们家里还缺点什么吗 不觉得 这样子吧 最近别人给我 介绍了一个阿姨 叫尹峰 就是那个神仙姐姐 我觉得我们家里面 也缺少一个这样的 妈妈 你什么意思啊 我妈才76年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希望 你说你什么意思 我是因为你工作了之后 我希望有人能够照顾我一些 我的心还不老 而且我的身体还挺棒的 东军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一条过了 因为导演也没打算用 来 谢谢 来吧 除了教育类 管理类 其他的你也考虑 是吗 对 我考虑如果适合我的我都愿意考虑 行吧 那么每个位按照自己内心的期望来选择吧 来 第二轮选择去过流 还有十盏灯 成绩依然不错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岗队 来从小庄开始 想给你也是 其实也是跟孩子打交道的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服岗位 是面对面的吗 是面对面的 好的 谢谢 陈浩 优胜教育集团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连锁加盟事业部 少年派这个项目的总监助理 你先到一个高度上看看 这个右轿行业整个市场 然后你再选择具体的岗位 谢谢 祝宏 豆国美食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市场部的助理 他会参与到一些市场活动的执行 包括有一些主持的部分 谢谢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区分期这边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CEO管陪生 CEO管陪生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就是你会轮岗在品牌部门 市场部门 运营部门 BD部门 工作地点在北京 陈峰 谢谢 咖啡机为你准备的职位是 全国加盟中心的预备培训讲师 未来你有可能进入 迷你异项目事业部的 培训和学习 更有可能进入 明年我们的明星子品牌 咖啡机欢迎你 谢谢 沈东军 同龄初宝给你提供的工作岗位是 公关专员 那么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做我的影视剧助理 那如果我不演戏期间 你就是一个公关人员 谢谢 到我的推荐网市场总监那里做总监助理 然后他帮你带一段时间带得比较合格了 可以做我的助理 谢谢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就是瑞波的管培生选择自己比较心仪的发展方向 谢谢 王文刚 那我给你提供的是我们的管培生的岗位 那未来的输出方向呢 有品牌部 市场推广部 运营部 三个方向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谢谢 梅向荣 提供的职位就是历经所的管理培训生 你到这之后呢 到不同的岗位进去冷岗 实际上您身上还是有很好的这个管理的潜质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施展灯考虑一下灭掉巴探 留下两探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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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老板 不 这位老板不灭 有点晕了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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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晕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姐姐 我很喜欢你 对不起 姐姐 对不起 对不起 不用了 还没一盏 还没一盏 对不起 有请陈昊 没向荣 谈钱不上感情 写好了吗 五千加六千加 再问你一遍 真的不想当演员了 你真的不想当演员了 梳理木标 那个 这个你不用着急锁定 因为我们本身投资少儿剧 所以你在教小孩表演的时候 我们的学员是要最后参与这些剧的拍摄的 来 最后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优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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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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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不起 优胜教育 实际上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